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 二十八號在佛州落幕 由前總統川普發表閉幕演講 這是川普卸任之後首度現身 他暗示不排除二零二四要最佔白宮 不過否認要自行 籌組新政黨的傳聞 在天佑美國的歌聲和現場歡呼聲中 美國前總統川普卸任一個多月後 首度現身二十八號的保守派 在政治行動會議 發表閉幕演說 還暗示自己將再戰二零二四總統大位 對於外界傳聞川普將令阻政黨 他也予以否認 還指控這是假新聞 川普還重炮 抨擊現任總統拜登 就任一個月的各項政策 反就業 反家庭 反邊界 反能源 反女性和反科學 要求拜登現在就重啟校園 川普高調亮相 根據路透社報導 一份與會者的民調顯示 川普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支持度 代表他對共和黨仍具有極大影響力 至於前一天發表演說的前國務卿龐佩奧